电视剧版的北京爱情故事的成功呢 让陈思诚成功的进入了导演的行列 这几年啊更是平民活跃一大荧幕 最近呢由他指导 王宝强 刘浩然等主演的 贺岁喜剧《唐人街探案》即将上映 发布会的现场一众主演 也是拼了命的各种卖力吆喝 说学逗唱那是样样都来 在导演陈思诚的领舞下 这开场一段超阶地气的时尚广场舞 瞬间就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几个汉子统一身卓军大衣 搭配超裤黑墨镜 手里却揣着啦啦队彩球 脸上挂着萌萌的笑容 这为何赶爆棚的造型 喜剧效果算是达到了 作为电影当人不让的一哥 王宝强首先站出来发言 导演就是演员 两个人才必须得互相的欣赏 我觉得这电影才会好 不仅毫无保留的大晒好友情深 力证电影精彩 为了证明陈思诚没有选错人 宝宝更是抛下偶像包袱 主动邀约刘浩然 现场演绎了一段 笑点满满的沙马特的笑容 这还不算王宝强索性表示 自己接拍这部电影 完全是冲着陈思诚而来的 可别以为王宝强就是在拍导演马屁 人家说的可是大实话 当年还都是娱乐圈新人的两人 而且他更挥洒的更自如了 然后他是一个太有喜剧天赋的一个演员 然后有一些桥段 我们在看在剪辑的时候 我一边剪辑或一边跟旁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说像这种表演可能全世界的人都演不过他 因为他太独特了 只不过能有现在这样 令陈思诚满意的评价 这背后两人可是下了不小的功夫 我说你要把观众对你最强大的认知权破坏掉 比如说观众对你认识最清晰的就是你的那个口音 因为他以前演戏都是用他那个形态口音 我上来我就说 对 形态普通话 我就说你一定要破掉 所以我们特意找了一个广普的老师 因为我刚才说 我说这个人物是个广东人 你一定要学 保全一开始前一两天可能还有一点不适应 他没有用这样的话演过戏 但后来越来越游刃有余 他也就越来越接近人物了 虽然多年没有合作 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当年制造的默契 即便偶尔在拍摄过程中出现分歧 陈思诚也总能轻易说服保强 基本我们还是默契挺足的 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两个一两场戏 有一些地方 他会问我为什么这么演 我说你先照我这么演一遍 演完以后看回放 他就确实该这么演 也有过这一两次吧 这样的场这样的地方 从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 再到电影本 陈思诚导演的作品 大多以都市青年的爱情生活为主题 这次突然转战喜剧 夹侦探天 这是受了什么刺激啊 那我觉得现在其实 这时代我特别需要笑声 所有其实最卖座的电影 都是喜剧电影 然后13年的时候 我在泰国拍一个戏 那时候也在写 北爱的电影的剧本 有一天路过唐人街 我忽然 灵机一动 我觉得我想做这么一个 在唐人街发生的故事 确立一个在唐人街的 这样的一个侦探 因为我们现代侦探形象太少了 面对最近接连上映的港拥 和夏洛特烦恼等口碑好 又上作率高的喜剧片 不知道初次操刀喜剧的 陈思诚会不会有压力呢 压力还好 因为徐珍肯定是 做喜剧的前辈嘛 他已经有那么成功的作品 在那了 夏洛特烦恼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也是 然后他们是一些舞台剧演员 开心麻花做了很多年 我觉得在喜剧的研究和借促上面 他们都走到了我的前面 那我们作为新兵 我们觉得就是在学习 所以我没有什么压力 每一部电影的拍摄 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在经历了王宝强意外受伤 差点赶不上进度 等一系列的意外之时 老婆和家庭 是陈思诚最大的安慰和依靠 老婆家庭 其实就是一个臂弯嘛 你有什么委屈 或者有什么的话 都会找到他做一个依靠 我们男人也需要依靠的 最近关于老婆同利亚怀孕的消息 也是满天飞 低调的夫妻俩 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如今又是冯兴做上映之计 难免会被怀疑有炒作之嫌 对此 陈思诚首次公开表态 我真不至于拿压压怀员的事炒作 大家想多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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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觉得 对 适当的时机 我们就会说适当的事情 对 适当的时机 我们就会说适当的事情 适当的时机 我们就会说适当的事情 等等 小编怎么觉得陈思诚的这句回应 暗藏玄机呢 相信时间会给我们最准确的答案 新日在线北京采访报道 眼儿幽则倒 无论是陈思诚 邓超还是徐峥 在他们角色转换同时 我们也祝愿他们的作品 能够受到观众的喜爱 同时在这里呢 也祝愿陈思诚的这部贺岁喜剧 唐人街探案 能够取得票房家记 在这部贺岁喜剧的地方